郭文貴議員 我昨日收到中央人民政府 按香港國安法第十一條發出的行件 要求行政長官就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 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 包括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等有關情況 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報告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 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三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 附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 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 應當有效、防範、制止及懲治 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及行為 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的問題上 特區立場清晰、堅定不移 就大家近期都很關注的一宗案件 即是英國御用大律師Tim Owen 獲得高等法院批准以專案應許的方式 為被控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的黎智英出庭辯護 律政司司長前日就專案應許申請上訴許可 今日下午 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作出裁決 拒絕律政司的申請 我將會在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的報告裏面 講及這一個案件 並且建議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六十五條作出解釋 以釐清以下的問題 根據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和目的 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律師或者大律師 可否以任何形式參與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 statewide不及frontery 海風エル 座間撫網政司 辱村 辱郎 辱 辱 辱